腊肉豆瓣小炒 然后把它蒸一下 放料酒跟什么小炒 放料酒,糖一点点糖 或者放一点点老抽就行了 提个颜色 这个其实切得太薄了 切稍微厚一点就好了 然后它蒸了以后 把什么都不要放了 你看它这个里面油 我们不需要要糖 到时候把它逼掉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炒这个 里面放了有这个 蒸大概十分钟就好了 然后这里面豆瓣 豆瓣挺多的 我再放一点 豆瓣还有黑木耳 豆瓣是在 在那个 阿水,埃奇马都有卖的 新鲜的 很新鲜的 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这种好的 新鲜的素菜 我们就要吃这种新鲜的素菜 那么在那个兰大门也有卖 南大门便宜的多 才一块两毛九一磅 这边就要有两九九 一九九一磅 一九九一磅 然后剥皮 就要剥皮 就要剥皮 我加点这个 我们多人多 我们多吃点 再加点这个豆腐干 豆腐干薄片 这就是洋葱 洋葱 洋葱 青红椒 青红椒 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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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耳无所谓了 反正其实 木耳无所谓了 就这样炒一下 木耳无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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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太吃辣 谁要辣椒 我加入两个大辣椒 辣的 海酒 这个 韩国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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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辣 韩国椒 对我来说辣死了 然后 咱们 喝喝喝喝喝喝 这个方法 这个炒呢 这个豆瓣很容易的 就烂了 一下就烂了 这一片 你挖一挖 那些挖在里面 先上手机下,手机下没带 我没放姜了 我拌掉点东西 录像 录像不一样 录像比手机要快 不是啊,你这个 放下 粥盖已经好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加进去 就因为已经生熟了嘛 就是让我们粘一半就好了 原来的话肉的颜色就很深 不深,我是加了一点点老抽 加了一点点,就是一点点 加点老抽的,你给它看上去 颜色比较好一点 好 好,这个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放点蒜 放点蒜 好,这个蒜苔也可以 那蒜苔呢 就是要用水稍微焖一下 它要不然它会 就是 特别的 特别硬 焖就要稍微焖一下 好了,就好了 放点蒜苔 放点蒜 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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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不是很,也不要可以 颜色很好 对 这种擦蒜 不要 什么都有 营养全面 不要 它 不用 就是 没有 它 它 它